79歲老婦人早上到國小附近運動的時候 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掐住她的脖子 還暴打她的頭部 現場老婦人的眼鏡佛珠都散落一地 就在台中市區一間國小的圍牆旁邊 早上六點多不顧路上的行人 38歲的誠信男子突然攻擊老婦人 附近三名路人發現後上前置紙 並立刻報警 是怎樣 79歲的老婦人被男子毆打後腦勺出血 這戶車趕到現場將老婦人送醫急救 而警方也將男子上銬押回警局 男子疑似情緒不穩和老婦人並不認識 早上出門運動還在人來人往的國小旁邊 竟然會被隨即攻擊 79歲老婦人被嚇得驚慌失措 幸好送醫之後傷勢沒有大礙 記得廉價信 迪博珍 台中採訪報導